主要是形容一个从事艺术行业的人 在道德和记忆上面有非常好的一个发展 我那天看了凯歌导演 他对这个得意双心 他的一个说法 他觉得这个心是味道很好 很芳香的意思 就是说你至少不能臭了 在去 其实在做人啊 做事情在每一个行业里面 你都不能让自己的名声 让自己的口碑变臭了 所以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要认真 像梅兰芳老师啊 像马三立老师啊 这样的应该算是得意双心 就是经济界的 还有一个就是相容界的 对对对 那在咱们演艺界有没有看你比较敬佩的 像刘德华啊 廖凡老师 对 他们都是我的偶像 非常好的艺术家 廖凡老师 我觉得他是一个在做演员上面是一个非常认真 非常厉害 带着艺术家气质的一个演员 我觉得他首先他对生活是非常有自己的追求和要求的 他很轻松自载的生活的 然后在我们整个拍戏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有一场戏他是整个是拍了快一个星期的大夜 然后每天天气很冷 然后身上全涂的是一动作戏 拍了 他拍的第二天就感冒了 就发烧了 但是必须得坚持拍下去 我觉得这个都是让我觉得非常敬佩的 我没有办法去说应该怎么做 因为我不是一个得意双心的人 我觉得我还没有达到一个这个境界 我只能说作为一个年轻的年轻人 一个年轻的演员 认真的去做你每一次的工作 然后坚持做自己 真实地做自己 努力 积极 用心 那一定是经历了很多时间的沉淀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的反反复复也好 或者是有更多好的作品 好的口碑去堆积起来 它是一个从量变达成质变的一个过程 你比如说他们像家人一样保护你 你受欺负了他们帮你去讨一个公道 你今天有活动了 他们会帮你去呐喊助威 这些点点滴滴都是让人觉得很难受的事情 只要他们 哪怕就说 以风加油 我觉得都是 都是一个支持 因为现在的这个网络非常发达的这个时代 造就了这个新的词 它只是一个词而已 那在以前的时代也有 其实就是新人嘛 就是大家觉得我还是小鲜肉 但是我又不能拿新人奖了 这个就很矛盾 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 尽量让自己不被这个负面 让自己变成一个负能量的一个人 我觉得低谷期我没有特别的消极 还是很相信自己会会更好 然后也没有自暴自弃 就觉得这个很正常 你一个大学生进入社会 进入工作岗位 你肯定会面临很多一些 好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 过去了 它就过去了 如果把它变成一个高低起伏的话 那低了过后一定会高 高了过后一定会平 频道过后有可能低有可能再高 就是你得看你自己 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去面对每一个时期 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 我的年少有你 你的青春有我 他们是代表委员 也是普通电影观众 对中国电影